我是你们可爱的Diana老师 那跟着Diana老师一起来自然拼读法学单词 看一下本讲的内容吧 哎,猫咪也太长毛了 家里面有一样小猫咪吗 老师家里面就有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 有的时候猫咪的毛发过于长 它会很热 那我们就要给它修剪一下 看一下本讲设计的两个组合 一个是ESS and END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组合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那首先听老师读一遍 Beth,Beth,Beth是一个人名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是这只小猫咪的名字 我们家小猫咪一只叫Eddie 一只叫Sunny 那么这只小猫咪呢叫Beth 好,Beth,Beth,Watermass 哎呀,Meth是什么? 一团乱呀,哎呀,看呐,你身上的毛发可真长呀 乱死了 Beth,Beth,More is less 更多不如更少 好,那我们,哎,毛太多了 剪一剪,好不好呀? There's no need to break or bend 完全不要害怕,对吧? 我拿出了剪刀 你不要,呃,害怕地缩起来 Give yourself some time to mend 给自己一点时间再坚持一下 我给你修理完毕 你就,哎,又变得好看起来了 所以,同学们,你听出来了吗? 嗯,看啊 E,S,S跟老师发一下 首先,字母一发是E 后面是S S,Good 然后呢,E,N,D E,ND E,ND Excellent 来看啊,首先,E,S,S OK,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跟老师一起拼 B,S,Beth 你试一下 B,S,Beth Good 接下来,一团糟呀 M,M,S,Meth 好乱呢 嗯,是不是又忘记打扫房间了呢? Meth Good OK,好,接下来呀 E,N,D呢 And And Good 好,我们来看啊 弯曲 弯曲 这个动词 B,And Band 试一下 B,And Band Good 下面呢,修剪 那我给你修剪一下毛发吧 啊 M,And Mand 试一下 M,And Mand 很好 四个单语有我们发音组合的单词 快速回顾一下啊 跟老师一起拼好吗 B,S,Beth 再来 M,S,Meth B,And,Band B,And,Band M,And,Mand Bravo 那么接下来跟老师一起读我们课本上的内容 同学们你会的单词一定要大声说出来啊 跟老师一起 B,B,B,What a mess B,B,B,More is less This no need to break or bend B,B,B,And,Mand A,B,B,N,Mand B,And,B,B,And,B,And,Mand ESS和END的组合 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发音规则 课后一定要practice makes perfect 坚持课后一定要巩固练习 我们下节课继续来学习自然拼读法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See you next time